我們有共同的思想 共同的意識 培養就是喜歡傳統文化的人 給他一個過度 給他搭一個橋樑 兩岸人民以後的年輕人 用雙方最好的優點 把它結合在一起 全世界認同的一定是咱們中國的 中國的東西 大家好 我叫陳噴仁 來自台灣台南 旁邊的這位是我的夫人徐慧 我是來自陝北榆林 現在呢跟我的先生 然後定居在西安 蠻帥的嘛 穿個小襯衫 我們是有一個四歲半的小朋友 他現在是我們夫妻兩個之間的 一個論法系吧 幫忙打掃衛生 我們夫妻呢 開了一家新式的茶樓 我只要以外面的運營方向 我太太她現在主要的從事是 茶藝的教學 她也在外面呢 給一些學校上課 包括也給一些茶樓呢 去做一些培訓 這是她的興趣與愛好 我的認知是 我對她是一見鍾情 她對我是日久生情 她有很大的一個點打動我 她是 就是一年365天全年無休 然後呢 就是不管是掛風還是下雨 然後每天會帶著自己的產品 然後上門去跟人家去做一些推銷 我覺得這個人做事是靠譜的 創業來說真的很不容易 我中國的傳統文化是想來講話 前期舒嬅 四九茶 台陽就是喜歡傳統文化的人 認同這個地方就是家 不管是我的工作 還有我以後要待的日子 還有我的家人都在這裡 這就是家 心靈的歸處吧 對 是的 西安的這種行政效率 還有整個西安城市的發展 那對我們來講的話 真的是不一樣的時代 它是有西利政策的 而且呢是越來越能夠 感受到那個政府 還有對我們的這些照顧啊 我們也是感同身受吧 我們有共同的思想 共同的意識 內地的市場經濟需求量這麼大 我們的產品還有我們的創意 包括我們的所有的這種產品的質量 都是全世界領先的 這是真實的大陸 不是你們聽別人講的大陸 是我真實在這邊生活的大陸 其實我是鼓勵兩岸的年輕人 包括兒童 我都認為要彼此的互相 多往來 多交流 而且呢我覺得多交流呢 就能夠越了解彼此 不前 überhaupt 你的 我已經稱不為最好 有關 礙 programmers 先有關 我們 怎麼